好 怎么 继续回来 下面我们的知识模块是密度与社会生活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复习课了 这是一个密度公式的应用 我们看看吧 比如我们生活中 一些生活材料其实它也利用了物质的密度不同量的属性 你比如说这个单头机或者飞机 它这个东西飞上天以后 它主要是克服自身的什么 重力 重力是不是 对吧 那你说你为了能够多装东西 或者说为了加速快 你肯定要减轻自己的什么 减轻了质量 质量是不是 但你减轻质量的话 你不能通过减小体积来减小质量是不是 那你这个纸飞机上去得了是不是 对吧 所以你让它又要结实 质量还得小是不是 体积还不能小是不是 那所以就得想到在谁上 哪个量还没动手脚 密度 密度是不是 所以他们这种都是一种高档的合金材料 这个是不是铝合金我都不知道了 我觉得它不简单是铝合金了 就是几种金属合在一块 它的密度非常小 但是它的硬度非常大 是不是 现在已经不满足这些了 我跟您说 真正的战斗机啊 它不光满足于 第一 密度小 硬度大 它还叫做什么呢 反射性能非常差 那为什么 敌人有雷达 反射性能比较差就是什么呢 你的雷达探测器 探测信号上去了 是不是啊 你反射回去了 人家探测到你了 是不是啊 你的雷达发射信号 挂上去以后 我不反射 我吸收了 那地面的雷达是找 探不到你的 是不是啊 高科技 这是密度小的 是不是啊 对吧 你看这个 这是保鲜盒 是不是啊 生活中我们经常用着保鲜盒 对吧 当然利用它 我觉得它保鲜效果 肯定没有冰箱保鲜效果好 是不是啊 那为什么不能大冰箱子里面 装个苹果 从南京进到北京的 而是用它呢 冰箱贴沉了 冰箱贴沉了 是不是啊 对 那你是用冰箱的 还是用苹果的 是不是啊 对吧 所以呢 在体积足够大 能够装很多多亿的情况下 尽量你足够轻 是不是啊 对吧 提高社会运输效率 这都是利用密度 是不是啊 但是也有利用密度大的 这个特性 你不是喜欢钓鱼的东西 这个钓鱼的东西 那个前面鱼片里面 有个小金属 那个小金属体积比较小 但是特别重 哦 对 铅 那玩一些铅 真正的铅 密度非常大 还有啊 这个东西 杜老师小时候玩过啊 咱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同学 你是没有机会玩这个的啊 咱们现在吃的都知道 知道知道吃的面 是不是啊 你知道面哪来的吗 小麦 看来你看 你就有这个生活经验 面是小麦 磨碎了的 是不是啊 把外面那层皮去掉了 里面白粉啊 那这小麦哪来吗 小麦是 小麦来之前是骨子啊 就是小麦外面还有一层皮 你知道吧 小麦外面也叫骨子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了啊 就是这个 草叙 反正当时用的时候 它里面是草啊 外面那层皮啊 加上里面麦子 是不是啊 碾碎以后 但里面 里面麦子没有弄碎啊 麦子好大 那层皮碾下来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都缠合在一块的 你怎么把它给分开呀 你搞手挑 这家好 全中国人一天到晚不干 别人就挑着一袋麦子 给你挑一年 能行去 是不是啊 那怎么办呢 哎 多少小时玩过啊 用这个 很长很长 那个大木棍 木棍前面抓一个小木板 叫 我们叫木仙 你可以跟你家长谈讨论啊 缠一下以后 雾也扔空中去 那这一扔空中的话 等于是麦子皮里面小麦和外面草 是不是都扔空中去了 嗯 但是三者的密度是不一样 往空中一扔 然后呢 空气一流动一吹 你像那个密比较小 那个小草啊 麦皮怎么飞 你怎么样 吹跑了 吹跑了是不是啊 然后那麦子怎么样 麦子就落下来 落下来的是不是啊 就湿线风鲤 是不是啊 我们小的这个叫羊肠 坑好玩了 我跟你说吧 这个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啊 有的人不会玩 叭嘰一下 把自家的麦子一甩甩 别人家敞上去了 有这种事干的啊 会羊的同学呢 不是不是同学啊 会羊的人呢 就是一羊 到天上美好 落到自家自家的地盘上 对吧 有的人这么样的事啊 那家买你一扔 麦子升空了 落下来到别人家地方去了 有这事啊 抓紧讲家长 有机会带你到农村去感受一下生活 挺有意思的 这张图片是不是很有 很有感觉 是不是啊 很有感觉 对吧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牛奶里面 现在啊 它颤的不光是水 有的都颤三群聚丸 是不是 是不是 对吧 这个三群聚丸的主要目的 不是增加的稠度吗 是不是 对吧 其实那个东西是 害人不浅的 中国的食品安全 错了 布老师到底还要宣传正能量啊 咱们那个这个 需要密度就可以通过计算它的密度 知道它真假 是不是 对 所以密度也是可以辨别物体的真假的啊 比如说这里面可以 看这里面有没有掺水啊 比如说还有这个啊 这个不是啊 这个 这个 不是这个 哪个 待会再说吧 反正大家有一个 下面还有一个啊 估计您不算挂个金牌 我呢 知道那个金牌里面有没有参加 是不是啊 都是通过计算它的密度 跟那种金属的密度 是不是相当啊 好像这个啊 这个咱们将来讲福利的时候 还会讲啊 福利的时候 就是很早的时候 人们都知道用盐水选种 因为咱们希望这个种子 是饱满的 这个 饱满的厚实的这样的种子 去种到地里面 第二年长出的麦苗会逐壮一点 是不是啊 嗯 那我怎么知道你这个 你这个这个种子是饱满的呢 饱满的就大 质量大 挺就相同的情况 的质量大 是不是啊 但你不能靠手跳啊 这要跟你说跳跳农民一听的 农民哥哥 不是 你应该叫农民叔叔 是不是啊 他一听到完不干别的 是不是啊 就只能在家挑种子吧 那不行 要大规模套 怎么办呢 哎 弄盐水 水里面稍微差点盐 水里面差点盐以后 水的密度就变大了 你把这个 这个种子 弄到盐水里面去 如果密度比较大的那个 就沉下去了 饱满的就沉下去了 像那些 空心的那种 或者是 粘胞的那种 就是有气 里面有气泡的那种 它就怎么样呀 它密度比较小 就会怎么样 飘起来 飘下去把这外面这一层怎么样呀 给老总 剩下来的就怎么样 就是当种子 当种子了 这个实际上利用一个我们将来学的浮力的一个浮沉条件 当物体密度大于液体密度的时候 是成底的 当物体密度小于液体密度的时候 它是漂浮的 有这个概念 好了 还有一个 密度与温度 这个咱们自己给大家做试试 这个小风车 小风车会做吧 玩过 玩过是不是 不会做你可以去上网买 然后呢 放到这个火焰的上方 大家注意别点着了 这点潮就不行了 放到火焰的上方点不着的地方 你会发现小风车自己会转起来 那说明什么问题 有没有风啊 这地方 有 有是不是啊 这风就是由于物体密度变化引起的 这物体是谁呢 空气 风大家不陌生吧 哪天都挂风 你不过你的房间里房间外都有风 空调一开是不是就有风 电风上一开就有风 电脑有器机 电脑是不是有风 空气 但空调那个风是靠什么 不过那个 电风上的风是靠着 扇叶推动空气形成的 但你大自然外面的风呢 那个主要就是由于空气密度变化而引起的 空气密度变化 空气密度小的地方 这个空气就会往上走 你知道吧 就是空气密度变小 它就会被挤上面 挤上面去了 挤上面去 下面是不是就空了 对 那边上空气密度大的地方呢 就过来补充 就过来补充了 是不是啊 那这样就形成了空气流动 空气流动就形成了什么 风 空气因受热体积膨胀 密度变小上升 密度小的就会上去 密度小的挤上去 热空气上升后 应该不是 不管上面的冷空气 上面的冷空气 周围的冷空气都会怎么样 流过来 是不是啊 这一旦空气流动就形成风了 由此可这一个物体的温度发生变化 或者状态发生变化 尽管质量不变 但体积要变化 是不是 只要温度变 它体积变 日常冷缩 对吧 那你质量不变 体积变 所以密度就得变 是不是 就得变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 计算题目的时候 如果说不考虑 题目没有说的话 我们不考虑日常冷缩的 因为固体和液体 日常冷缩的现象怎么样 非常的什么呀 不明显 不明显是不是 所以它密度变化也不明显 我们一般不考虑 但是气体温度变化的时候 体积变化非常明显 南京的风 南京的空气一膨胀 每种明显能跑北京来 行不行 这真有可能 挂大风 三十个小时以后到北京 此过密度变化也较大 因而对于气体的密度 就必须限定条件 你说它什么温度 什么气压 在什么环境 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容器的话 说气体密度是没有意义的 就咱们这个地球表面的空气的密度 但有一个平均值大约是多大 是不是 但实际上它时刻都在变 这变化的幅度问题 但是越往高速走 空气密度变得越什么 越稀薄越小 是不是 好了 我们不得不说一下水的现象 其实咱们这个日常冷缩的 多少次已经说过了 水具有反弯状现象 事实表明 四度的水密度最大 因为温度高于四度的时候 温度升高 体积会变大 温度升高 体积是让冷缩吗 是不是 密度变小 水温度高于四度的时候是正常的 在低于四度的时候就不正常了 温度的降低 体积不是缩小 体积是变大的 体积是变大的 密度会越来越小 那一行从四度开始 温度升高了 密度也变小了 温度降低了 密度也变小 也变小 那已经在四度的时候 它的密度最大 最大的 变成固体的时候 我们一般情况知道 如果一个液体要是变成固体的话 它应该体积是变什么的 应该是体积变小 体积变小的 因为固体分子空气 远远小于液体的 是不是 对 但水它就有个特例 它就反分着 水变成冰的时候 体积是变大的 密度是变小的 把这个特性叫做反膨胀现象 反膨胀 这个河水接冰的时候 这个水的封层一份是这样 最下层的水 它温度一般是四摄氏度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四度的水的密度最什么 最大 最大怎么样 往下沉 沉在最下面 是不是 金赛体考过这个 它真考过这个 有这个 看了一个图以后 如果正要竞赛考这题的话 那你就 轻松 简单 都做对了 那最后刚才说的这个 这是我们屋家著名的运动员 是不是 来自河北保定的 现居香港的 叫什么来着 郭金金 郭金金是不是 他拿着金牌拿着脖子软 是不是 但是金牌是不是真的 咱们有密度 可不可以搞定它 可以 可以搞定 对吧 我可以测出来你这个 金牌的密度 跟金的密度 是不是相反 对吧 咱们今天下面有一个例题 专门去探究这个东西的 我们大家通论过那个题目 讲 好了 那我们下面就开始讲题了 课堂练习 这几课没有课堂比议 因为这几课没什么新知识 是不是 没有新知识 好 那我们就开始做题了 但是我已经默认你 现在是关键视频 做完题目以后 再打开视频了 只不过杜老师不暂停了 好了 你已经做完了 来 第一题 某实验小组的同学 在实验中 用天平和量桶测量 一块体积 不规则的金属块的密度 如果是规则的话 实际上它的体积 可以用尺的长光高量一下 是不是 对 但不规则的话 那就得怎么样 排水法测体积 排水法测体积 是不是 先测什么 先测质量 先测质量 是不是 对 这哪是先测质量的 用天平测质量B B 是不是 然后呢 再测体积 测体积之前 是不是在两种里面 先倒水 对 对吧 对 然后再把这个金属块 放进去 是不是 然后再算一下 是不是 对 有没有答案 有 简单 是不是 好 刚才测的是什么 固体的 是不是 对 现在测牛奶了 对吧 嗯 那测牛奶需要 哪些仪器呢 有天平 天平测什么 天平测质量 然后呢 有两桶测体积 两桶测体积 是不是 对 那它的质量怎么测 它的质量是找一个烧杯 找一个烧杯装一下 是不是 对 装适量的 哦 那是不是有天平两桶 再加烧杯就够了 嗯 是不是 对 老师叫细线干嘛 这个牛奶里面细线 记得住吗 那你记不住 记不住是不是 嗯 所以有A就够了啊 好 这是一个中考题啊 亮亮同学 用天平和两桶测 盐水密度的实验中 他调好天平 按途中加一柄的顺序 甲一柄的顺序 盐水的质量是多少 两桶中盐水的质量 是不是 嗯 那是不是要用这个减这个 可以行啊 对 它没有全倒进来吧 没有 看这是多少了 这是 154 154是不是 对 然后 这个呢 43 43是不是 对 这多少这个 应该是110 111呗是不是 对 111 哦 体积呢 这没写上111是不是 对 111克对吧 老老师后边有课 后边有课了 这1111是不是 对 体积力是100倍 对 那111出100倍就行了吗 就密度吗 1.11 1.11克什么 每立方厘米 每立方厘米是不是啊 对 咱别高兴太早 这地方不能填1.1是不是 嗯 这单位是什么 填个每立方米 它应该是得多少 等于1.11乘以10到三次方米 这个咱们在课堂上讲得非常清楚了 如果你当然换成错的话 你得回去看看上两讲是怎么讲的 K10的三次方是不是 对 那就是 这个比水稍微大点是不是 嗯 那它应该是盐水是不是 对 是盐水了是不是 嗯